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就在不久前台版官方更新了全新版本的主視覺 張潔玲從零開始 沒有錯就是所謂的魔劍式改版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次的更新內容有哪些 第一個更新 全新獨立伺服器說話之道開放 這個伺服器有許多他專屬的東西 第一個有成長護照系統 第二個是有他專用的特殊副本 再來這個伺服器是與原本的伺服器完全隔絕開來的 然後他這個伺服器是沒有任何的唯一級變身跟娃娃 如果你參加預先動作的話還可以直接送你全套的雅丁騎士團裝備 他是期限制的但是之後可以升級為永久的雅丁騎士團裝備 最後他這邊還有一個沙爾納的英雄變身戒指 他是新伺服器專屬的道具 裝備之後他可以讓你變成一個萬用型的全職業專屬變身 第二個內容就是全新職業魔劍士即將開放 在這邊可以看到他的故事背景 還有新增的變身卡 技能他只公告了部分的新技能 詳細的說明可能要等到之後改版直播 全新地圖佩特拉他位於雅丁大陸 峰墓城的下方 這是可以直接從地圖上傳送到的地點 職業轉換部分我在直播上已經有跟大家介紹了許多了 再來我也有開過韓版的帳號去幫大家轉職說明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的short影片精華回顧一下 這一次如我所預料 TJ果然只有5張 韓版有7張是因為他們適逢7周年 而台版這次給了5張TJ卷 有2張可能會放到我們的12月 我猜測少掉的2張應該是 一般裝備跟服食贖回 再來說話車島伺服器 他有專屬的成長通行證系統 在原有伺服器跟新伺服器 都會有共通的season pass通行證 然後新伺服器還有專屬的成長pass通行證 裡面總共加起來會有300包左右的高級卡包讓大家抽個過癮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是玩家所引頸棋派的經驗值合併 然後這個更新就是指原本的沙漠螞蟻洞穴 升級成為跨幅副本 成為混沌的巨魚洞穴 那相關的內容我們等到官方之後公告我們再來看一下吧 接著這個就是大家真正期待的歐靈痕跡第7季 他會隨著改版當天同步開放吧 應該是這樣子 接著開放的金字形神塔 他理論上會接著歐靈痕跡後開放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台版更新的主要重點 讓我們一起期待全新章節零 魔劍式更新版本 我是丁丁我們下次再會大家拜拜